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风花日月天地转 任天沧海成悲哀 是非恩怨何处断 却看见昆诺散哉 阳天长弹路满满 前身今时本无奈 唱怀一笑红尘外 难道糊涂自由在 哦哦哦哦 难道糊涂 哦哦哦 有在哦哦哦 难道糊涂 哦哦哦 山寨哦哦 有在山寨 哦哦哦 分化日月天地转 任天长海成悲哀 是非恩怨何处断 却看见昆诺散哉 阳天长弹路满满 前身今时本无奈 唱怀一笑红尘外 难道糊涂自由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卢大人 请 嗯 这边请 老爷 智府大人到了 来了 慢点 下官不知大人驾临有失愿赢 最过 最过 来来来 里边请 哎呀 马大人 府邸可真不小啊 我可以随便走走吗 行 下官给您带路 请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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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快去看看吧 雅巴在闹血堂都乱了套了 您快去看看吧 卢大人 您稍后下官去去就来 马大人 这雅巴竟会闹血堂 本官倒想见识见识 能容我一起去看看吗 好 卢大人请 好 请卢大人这边走 这边 走 呀 真像 哈哈 疼 疼 尘 尘 尘 门 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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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们来抓人 看什么热闹 这牙发是什么人 是我 是这样的 大人 她妹子许给下官造武房 可是说话也不算话 带我用轿子去接人 她早已没了踪影 见不到姑娘 你就抓她哥哥 看她往哪跑 大龙 老爷 这来一下 阿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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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蜜给我们花花 阿蜜别走 阿蜜 阿蜜 你们别转 快快 叫他们进去 好 快快 来 跟我进去上课去 上课去 阿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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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大人 你得不到妹妹 抓她的哥哥又有何用呢 你是堂堂的朝廷命官 私设公堂 按照大清戒律 是要治罪的 马大人 怎么了 牙疼 不不不 陆大人说得对 去亲不成 抓她的哥哥又何用啊 马大人用心良苦啊 我看用什么法子 才能让她把妹妹主动交出来呢 真的吗 当然了 好 大人请花厅说话 好 请 陆大人请 好好好 请请 好 把哑巴带进来 快点 妈大人 这 这哑巴不不会说话呀 没事 他会识字 写字给他看就行了 那就拿笔墨 来人呢 笔墨伺候 快点 大人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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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大人治理扬州劳苦功高 令妹戴子龟中千里挑衣郎才女貌 天作之河何其乐在 马大人你看这么写行不行 好 来 来 过来 过来 好 马大人 这样写如何 既然如此就请令妹回到杨州来 行吗 好 好 什么呀 马大人 对对对 马大人 他的意思是 是不是他 什么 这什么呀 马大人 我看出来 他的意思是想要一张纸 拿纸来 大人 他 大人 我们看着就是了 陆大人他是 他画的什么呀 让他画 去 好好 去 这 你看得懂吗 没看懂 那就到画室找个画师来嘛 不用找了 我家有现成的 小孩这娇叔先生就会画画 那什么 你过来 过来过来 皇上快快快 大人有何吩咐 你把这些画仔细看一看 说出一些道理来 能让我知道 这各种的缘由吗 我说你们这些个穷酸 就回到关子 让你说这些画 你就说这些画 你说什么缘由啊 不 我是想知道 大人是想考这个哑巴 到底会不会画画呢 还是什么别的意思 黄先生问得好 我看这样吧 你把这些画仔细看懂了 是什么意思 给我们讲清楚 我明白了 卢大人 这边坐 好 上个茶 卢大爷请用茶 好 老爷请用茶 大人请 黄先生怎么样了 大人 我可以说了吗 好 说吧 大人您看 这第一章画上说 我爹是方圆百里出了名的小鸡人 他连放屁出宫都摆出家门 这可是有个说道 叫做家财不外送 他的屎啊 就连狗他都不让吃 就这意思 这章画上说的是 老爷您是个仗义舒财的人 姑娘的爹就是看上你的钱 他想把女儿当作摇钱术 大人 这画得还真像我呀 说的是你 这画得当然像你了 好 有意思啊 接着说下去吧 这一看就懂 还用说吗 马大人 你看懂了吗 看懂了跟我说说 不懂 那黄先生 你接着说吧 是 大人 这最后一章画 说的是 这姑娘已经有了婚约 为了老爷的钱财 他爹就将原先的婚约给撕毁了 受骗了男家 正连同麻大人一起上告呢 什么 告我 告我 是的 没错 告你 这上面没画我呀 您看 这个瘦老头后面是衙门的招牌 就是他的靠山 这个靠山就是麻大人您的 什么 他靠我 我有什么好靠的 您看 这上面写的强娶民女 指的就是麻大人您 所以人家要告你麻大人 伤风败德 抢纳民女 仗势欺人什么的 这 这画上什么也没有啊 让你说出这么多事来 黄先生 你 你给我滚 大人 我告辞了 我叫你滚 你快滚 真是岂有此理 性感 马大人 大人 有何指教 指教谈不上 恐怕强纳民女 这可是犯了官家的大忌 是 卢大人 您听我说 我马三贵天天出门 不 一天都没出门 反正有我的妻妻 也给我作证 你们说 是不是 这 那么 是哑巴的话有问题了 对 哑巴是在那胡乱画的 他想诬告本官 他穷的想讹我的银子 学习 是 你 你 走 不是 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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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呢 把哑巴给我拖下去 加法处置 这是 给我加法处置 是 你走 走 慢 麻大人 哑巴非家奴 恐怕如此这般 就会坏了你的亲命啊 你说呢 大人说得及时 放了哑巴 免得把柄落在人家的手里 真要是哑巴告到衙门里去 你说这状子我是接还是不接 谢大人执教 麻烦放了 是 是 请 人家 大人 你什么时候学会了这么一手啊 大人 真是比起脸没办法 这都会胡乱比划 你可真是一个聪明人 卢大人 多谢您的解救之恩 不用客气 黄身的边谷巧得也好 你赶快到玲珑山馆去 施化展的事还等着您 怎么样 大人 走 进去 好啊 这才好呢 才解气呢 这叫狗咬衰跑 空凡洗衣场 老爷 来 喝口水 数数口 老爷不但要漱口 身上的衣服也要扒下来 对 要不上床 熏刺人 我说老爷 你身价这么高 排场这么大 堂堂的扬州府 你找什么样的黄花闺女你找不到 你却偏偏的找一个有了婚约的二脚货 这说出去才丢人 你丢死人了 你 你远你 你 呸 可不是吗 大姐说的没错 老爷 你是不是丢人了 你说让我们怎么做人的 你审视的老爷 可真是没办法了 你给我傻开 我今天非把他送上西天去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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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了他吧 干什么 你拉了他 他要杀我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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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让你伤心推死我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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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是干什么 不 怎么了 洞口不行还动手了 这还拿着剪刀干什么 我给吴先生倒茶去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走开 我跟老爷有话要说 大姐 好 那吴先生 您先请坐 吴兄啊 你来的真是时候 要不然 要不然怎么着 你把他们都修了不成 这娘们儿就是娘们儿 没完没了的吵闹 无休无止的纠缠 这是他们的天性 吵过了 抹过了 也过去就过去了 你呀 要都记在心上 不把你累死才怪 一个大男人 别一般见识 你真是个铁嘴 死的都能让你给说活了 找我有什么事啊 明年的官员能让我冲多少 你给个数 我好去筹划 你盯得真紧啊 我刚刚上任不久 得让我还口气 这官场上 我得看个究竟 才好行事啊 马兄啊 我当初帮你走巡抚院门 你是怎么答应的 莫非你都忘了不成 哪里 哪里 紫昆兄对我的恩德 我马某是不会忘到脑后边去的 放心 我亏谁也不能亏你啊 有你这句话呀 我也就放心了 那个 这郑板桥的画 你怎么能乱溜啊 什么郑板桥啊 你说什么郑板桥啊 扬州谁人不知的大画师郑板桥啊 你说什么 这是郑板桥画的 不可能 不可能 他在这上面留了自己的名字 这还有假呀 我看看 你看 看这儿 这儿 还真是他呀 你怎么了 这郑板桥怎么会到你家呀 我被郑板桥给耍了 我被郑板桥给耍了 你要是被他耍了 那可是你的福气呀 平时你就是找他呀 兴许他还不搭理你呢 我说你就别笑话我了 这事我怎么越弄越糊涂 来 你说给我听听 我来给你解八卦 来 博焰 请各位赏脸 我们几个已经好久没有聚会了 难得解禅 我代他们谢过 客气 客气 大家请坐 请 今天我们兄弟略备博焰 一来是为了各位画师的聚会 二来是为了板桥昨日给麻三桂摆的八卦阵 对 这个八卦摆得太好了 不 还是黄胜兄解得好 板桥兄太过千了 来 大家同饮慈悲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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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该 慢 请慢 知府大人 请 请 各位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号称白衣山人 自画玉满福建的李方英 李大人 不敢 李大人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高翔 王世慎 黄慎 郑板桥 金农 久慕各位大师的盛名 和各位大师神交已久 今日能在扬州府和各位相会 实乃是三生有幸啊 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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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们扬州啊 又多了一位不是扬州人的扬州画师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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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坐 真久 一来是为了各位大师在此相会 二来呢 是要感谢李方英大人去京途中 专程前来参加实话展啊 本官要敬各位三杯 好 干 好 干 来 子昆兄 来来来 喝 好 喝 这个哑巴姓郑 我要娶的那个女子姓王 那他们就不是一家子了 妈的 这个郑板桥 他不是戏弄我妈三贵吗 搅了我的好事 我非得给他点厉害瞧瞧 别别别别 郑板桥装我卖哑 倒是不批去追究 显得你同伴大人度量太小了 不过贵府的那位教书先生 倒是需要你真正的防着点 他叫什么来着 黄身 黄身 没错 你认识他 你三贵本事不大 怎么竟教学体面人物 你瞎说什么呀 黄身一个穷书奖 称得上什么体面呢 你不知不为过呀 我告诉你 这个黄身呀 是当今扬州地面上 画山水画的 这个 我家的黄身 就是你说的那个黄身 就是啊 那个瘦瘦的 福建楼 说起话来啊 是这样的 一二三细 细就说不清楚了 你说的没错 这就新鲜了 那你说我防他什么呢 你看这张老头出宫的画子 关键是这条狗 这狗怎么了 黄身解的是家财不外留 他护了郑半桥 这狗身上画了什么 三个黑点子 对啊 你说的很好啊 这麻子只有金贵的三个 这不就是暗示你麻三贵吗 这个混蛋黄身 郑半桥 来人呢 在 大人 有何吩咐 你去到书房 把黄身给我叫来 黄先生到玲瓏山馆去了 那你就带人到玲瓏山馆 把他给我抓来 是 妈 去吧 这 马兄啊 你知道 他到那个地方干什么去了 这 马兄啊 你可真是会当官啊 玲瓏山馆 召集扬州的名画室 这是知府卢雅玉大人的旨意啊 你抓了人家 这不是要跟卢大人结怨吗 那你说 我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被他们给捉弄了 大人要出这口恶气 那就得由我来安排 你快说 一个一个的对付 孙子兵法 把他叫做分而即之 我去把那个小女子弄到手 你去对付那个黄身 那个正板桥放在最后来收拾 那个小女子的事 你不要插手 马大人诧异 你当我吴某欲夺君子所爱 不敢说 这是一朵我没见过的鲜花 那小手 那小脸 鲜嫩鲜嫩的 就像一朵没开过的花孤独 越是这样 那就欲不能兴急啊 你刚刚把人家吓跑了 藏在什么地方还不知道呢 一时半会儿它不会露头的 这二嘛 你家这帮妻妻呀 不让他们心里有个准备 你突然把个仙女搞回来 那后院不起火 那才叫怪呢 三 这三嘛 我听说那正板桥在朝廷里 交上了什么大 你别说了 我听你的就是了 好 等风声一过 我瞧机会啊 把那小女子啊 神不知鬼不觉的 搞到我那个小花园 来她个金屋藏娇 你可不能碰她一个手指头 你放心 你是官 我是民 要真是那样 你对付起我来 那还不跟老鹰抓孝节一样吗 真有你的 来 干 说得没错呀 你与杨州的话这是逐连逼合呀 是啊 我与各位神交已久 所以相通啊 卢大人 各位智友请留步 万神告辞了 试图坎坷 观察卢战场 你要多多保重啊 多谢卢大人的提醒 此番 父亲候选 也是家父的安排 皇上的旨意 请各位放心 万生的乌纱是指不得 任他去留 无论何止 万生以卢大人为敬 尽心为黎民 为百姓做点好事 实在不行 就回乡侍奉家母 闭门席话 丹小兄 各位智友 观其话如见其人 你我 一心心相应 咱们 后会了 后会了 李大人 一路顺风 多多保重啊 多多保重 保重 保重啊 保重 前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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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得可真是不一样 莫非不是一个娘胎生的 皇上 微臣一系家族 仅有灵民天生丽质 好能献给皇上尽忠 这是上天恩赐我们林家的福分 你们接着玩 皇上 接着下吧 难得爱卿一片孝心 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 朕要去南方巡查 朕就委派你做权权钦柴 沿途前站打点 遵旨臣叩谢皇上 不必 李善 皇上 你看到了吗 贫妃对义 还请与朕就此请紧 呈上一话 臣遵旨 是 秦遵旨也 皇上要南巡 您知道吗 哦 何时啊 明年春天 具体时间还没说 前站打点是李布侍郎灵书 是吗 看样子 李大人你也动心了 我 我 很想去吴帝 尤其是扬州 那里文人莫克云集 书画富甲天下 秦王是见过郑板桥的话的 我真的是很想去见识见识 宫里有人散布说 郑板桥不过是标心立异 非正宗化派推举之人 你也知道他们的势头不小 你还是先看了以后再说吧 尽量少说话 别套皇上的不悦 多谢千岁爷的提醒 臣定小心谨慎 秦王爷 扬州来的书信一封 正板桥 李大人 李大人 还真让你给猜着了 正板桥不愿意来京 皇上 御画师李善求见 让他进来 这有请李大人 臣李善叩见皇上 还请平身吧 谢皇上 皇上 臣遵旨会得 嫔妃对意图一符 请皇上预览 好 你坐吧 谢皇上 画得不错 安然悠闲 这难得看见他们这么悠闲 谢皇上赏识 皇上 微臣还有一事相求 爱卿有何事相求 说吧 林大人即将打点圣上南巡事宜 朝廷上下皆知 微臣亦与义同前往扬州 不知皇上 不知皇上议下 扬州 想起来了 爱卿的家乡就是扬州 是 微臣的家乡是在扬州 多年未归不知扬州变化极许 如能回去 也好向同门画师多多请教 那批扬州画师上次在京城 可是大出风头 是 你去找到他们 顺便考察一下 看看他们的画迹 近来又有多大的涨金了 启禀皇上 臣想请皇上下一道圣旨 臣去扬州 与收集一批扬州画作进宫 不知可否 那好啊 该收藏的作品收藏起来 该推荐的人才 你就推荐上来 皇上 扬州的画派并非正宗 有人说他们是旁门左道 微臣微拱 有人自视正宗 朕都知道 爱情 你就前往各地 逛纳贤财不拘一格 不要有任何的顾虑 臣领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岸 小岸相随到了 陪伴不一生 随随月月情更深 经过多少坎坎 前行的旅程 被那风吹过一幅 今生难得有情人 乱知我心的伤痕 抚平我犹豫的哭 今生难得有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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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